2020東森悠悠小主播選拔賽 特別推出全新賽制 不只因應新冠病毒疫情 初賽特別採用開箱文 且有興趣的小朋友 還能參加網路中文訓練營 接受最專業的播報訓練 上課的內容呢 我們會分兩次的課程 第一次的課程呢 我們會讓所有這一次 報名參加東森小主播的小朋友 你就可以到我們這個課堂上面 在電腦上看到冰冰老師呢 也會教小朋友就是 當你要做一個主播的時候 你總要把自己的話要講清楚 對不對 然後你要怎麼樣去看鏡頭啊 你要smile啊 那你要怎麼樣去咬字發音 讓自己講得很好 就是我們第一堂課 是給所有參加東森小主播比賽的小朋友 都可以來上我們這個課 然後呢第二堂課的時候呢 就是已經進入到 進到副賽的小朋友 每一組會各選10個小朋友 那那個時候呢 這些小朋友就已經有 東森電視台準備的新聞稿 所以小朋友們就要針對新聞稿 那我們針對它的新聞稿的播報 來做更detail的一個課程的訓練 隨著全球掀起學習中文的風潮 UNISTAR創辦人冰冰姐姐鼓勵孩子 不只要學好中文 更要訓練台前膽量 我覺得參加這個悠遊小主播 有一個很好 就是說第一個讓小朋友們知道 你怎麼樣去自我表達 講清楚一件事情 特別是這一次的開箱文 我覺得對很多小朋友來講 是一個全新的體驗 而且也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因為沒有稿子的 完全就是你自己吃了這個果凍 吃了這個什麼小點心 這個餅乾 你有什麼感覺 那你要能夠講得出來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小朋友們就已經訓練 他的表達能力 因為你這樣長大以後 你做任何的presentation 你要能夠把你自己心裡面想的 你有再好的idea 但是你講不出來 這就很吃虧了 所以如果你能夠常常參加 這類的比賽 你知道怎麼樣去把自己的想法 可以說出來 那這樣的話 將來在你長大以後 會有很大的一個用處 結合專業指導訓練 與主播台實際錄影體驗 幫助孩子提高中文口語能力 跟訓練舞台表演能力 2020悠悠小主播選拔賽 即日起開放報名 歡迎7到12歲的小朋友 踴躍上網填寫資料 觀眾查詢比賽詳情 請上東森美洲電視官網 東森新聞團隊 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導 期待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